老杨到处说 来讲一点历史的掌顾 因为在此时当下 我们对文革的记忆 逐渐的遗忘 逐渐的消失 我们也已经说过 一个善以遗忘的民族 或者善以选择性遗忘的民族 和伟大有很长很长的距离 那么这是傅国勇在 2012年的时候写的一篇文章 这叫《历史真相》 他们远比大人物重要 大人物相当于那些 党和国家领导人这个系列 因为这些人是什么呢 是最早洞悉文革真相 文革本质的小人物 今天讲四个人 一个叫王龙芳 一个叫刘文辉 一个叫陆红恩 一个叫玉罗克 因为最早洞悉文革真相 文革本质的小人物 绝大多数都遭遇不幸 被毙了 无期徒刑 没有办法活到今天的 幸存者积少积少 随着岁月的流逝 尤其是今天的年轻人 已经几乎把他们给忘了 这里讲了四个人 可能只有玉罗克 大家还多少有点印象 我们先谈第一位 第一位的名字叫王龙芳 龙艺的龙 芬芳的芳 王龙芳呢 很早就提出 红卫兵运动就等于纳税运动 这是1966年的9月24日 北京外国语学院的东欧语系 德语专业的学生 大士学生王龙芳 亲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简短的信 一针见血地指出 文革文化大革命 不是一场群众运动 是一个人在用枪杆子运动群众 并郑重声明自己从即日起 退出共情团 他也曾经是苦大仇深 根正苗红 他参加过818天南兵广场 毛泽东接见红卫兵 就是在这次红色海洋的集会上 林彪的讲话 就让这位学得以的女同学 想到了确实希特勒的讲话录音 他说两者简直没有分别 从天南门广场回来以后 他就强烈感受到 这个国家完了 这个世界太肮脏 不能够再活下去了 怎么办呢 他最后终于豁出去 要把自己的心灵话写出来 他给党中央 中共中央 团中央 团校 给伟大领袖写信 贴上了邮票寄出去 接着就买了四瓶滴滴味喝下去 当时的报纸一定要准备死的决心 但是四瓶滴滴味 按理说那个时候品质还是有保障的 结果呢 没死 醒过来的时候 他已经躺在公安的医院 接着送回监狱 关了十年以后呢 在1978年的医院 忘了不是 1978年的医院 被判处 无奇徒刑 三年后 无罪释放 1978年是两个凡事的时候 邓小平还没有正式付出 为了这么一封信 他在狱中耗尽了 十三年的青春 进去的时候 十九岁 花季少女 等到出来的时候 三十三岁 还好 他没死 但是监狱 已经给他身上留下了 永不磨灭的痕迹 他明显要比实际年龄 要老得多 后来他成了研究 马克思韦伯的专家 进入了中国社科院的 社会研究所 他是幸运的 就为了 我看了那么多的资料 只有他是幸存者 比起那些 因为结穿了皇帝的心意 而遭到枪杀的御楼客门 他毕竟是活了下来 见证了文革的潮起潮涌 见证了造神运动的玉灭 这是王龙芳 那再提一个人 这名字叫刘文辉 跟四川军华那个刘文辉 刘文采他哥哥的名字一模一样 当十九岁的王龙芳 说出文革只是一个人 用枪杆子的运动群众的时候 三十岁的上海青年右派刘文辉 写了一万多个字的 博文化大革命十六条 他直言不讳的说 文化大革命是强奸民意 疯狂迫害群众是全民大迫害 是当权者人人自装 跟天安门城楼掀起 疯狂的红卫兵运动 宣扬穷兵独舞 高唱世界革命 控制报刊舆论 好刊广播 控制操纵全国舆论 对内专政暴行 镇压知识分子 焚书坑奴推行渔民政策 比秦始亡有过人之处 人人唯唯诺诺不敢言 现社会暗如天日 是神州大地百叶俱毁 遍地饿饥饿赤身 穷山荒乡白丁文盲 工人不干活 农民不种地 学生不读书 教书所牛棚劳役 行刑色色流氓 高喊革命口号 武斗商民残酷迫害 抄家仆人产无人道 哎呀 很厉害 三十岁 呼吁民族主义者 要在抗暴斗争中的 联合旗帜上团结起来 和他的弟弟两个人 服洗了十四份 以匿名性的方式 分别寄给北大清华复旦 等十四所的著名大学 当然很快就被抓起来 刘文贵在57年是20岁 他被打成右派 因为给厂领导提了意见 结果以后呢 他是主动要求到海南岛 海岛就工作 当然不是海南岛 应该是从名啊 拿你的 一度想偷渡出境 结果被打成现行反革命 右派现行反革命 66年春天开除工资 押回上回老家贪管 但是这个人还是有思想 也就是说呢 他没有放弃独立思考 和对民族命运的思考 或者说是一种生活的常识 也就是说王龙芳 也是19岁 一种生活的直觉 但是呢 刘文辉应该是有经过 长期的理性思想 有坚实的思考基础 他读过 马克思恩克斯列宁的全局 读过 鲁信全局 对胡适的思想也不陌生 他起草过一个大字报 让他弟弟 到复旦大学 上海交大去贴 有一句话说 要坚持独立思考 反对思想专制 反对精神奴隶 在那个时候 一个30岁的右派 现行反革命 就这么敢在举国疯狂的 造神行动中 接杆而起 他说文革只发生在 缺化法治传统的国度 没有错 但文革 是发生在一个 缺少独立思考的民族 只能发生在 缺少独立思考的民族 他当然有绝死的劫心 他对弟弟说 自己甘愿当 现代当代的谭世彤 中国的普罗米修斯 理由很简单 如果不去撞枪口 让一个人专制独裁 为所欲为 中国迟早会退到 封建旧社会去 古往今来 反专制反独裁 必然有了以身许国 抛头如啥乐血 唤起自然而软弱的 民众奋起反抗 那么就从我刘文辉开始吧 哎呦 那个时候上海人 居然有这么一个 不得了的人 66年的11月16号 26号 结果双双被捕 他们兄弟俩被抓 那时候效率还是很高的 67年的3月9日 被上海中级人民法院 判处死刑 81年 14年之后 才宣告这个案子无罪 当然上海有另外一个 指挥家 叫陆红恩 陆红恩呢 他是在海外归来的 他当指挥 当然那个时候 他也是被打成献身法 文革对毛泽东 当然有直接了当的批评 那他必死无疑了 临行之前 慷慨直言25分钟 那个时候的警察还不错 让他把话讲完 他说我想活 但不愿意这样 行尸走漏般的活下去 不自由物领史 文革是暴裂 是浩劫 是灾难 我不愿意在暴裂 浩劫灾难上苟且偷生 文革消灭了真诚友谊 爱情幸福 宁静平安希望 文革比唐 秦始亡 焚书坑儒 有过之无不及 几乎想整变 整个中国的知识分子 几乎要斩断 整个中华文化的生命链 如果社会主义 是这样的残忍无比的模式 我宁可当反革命 宁可做反社会主义分子 四天以后就被干掉了 这个事情后来也被不少人 不断的把它传播出来 好了 这是第三位 第四位叫玉罗克 大家比较熟悉了 玉罗克因为学统论 触及了侧权阶层要害 而遭到枪杀 他是那个时候极少数 思想比较通行的思想者 当然玉罗克相比 刘文辉知道的人很少 很少 那么文革五十多年 我们很少人会想到他们 在那个年代 第一十二不赦 第二可能神经有问题 但是这些人头脑是很清楚的 沪国勇的这篇文章 是在2012年写的 当然他今天来讲就不一样 那是五十多年前 欢滚的竹浪依然在历史中喘息 生者的头顶不是自由的蓝天 死者的亡年未得到安慰 文革在五十年之后 还是一个很大的禁区 连纪念都不得 可不要说公开的还险和讨论 这里面逻辑就是 不准公开言说的东西 就是不存在的 强迫迫使 整个民族遗忘文革 恰恰在证明文革不应该被遗忘 我们拒绝遗忘 拒绝有选择的遗忘 要关心文革首相 关注像刘文辉 玉罗克这样的冤死者 和像王龙芳这样的幸存者 因为他们一开始都看清楚 十年内乱的真正闹剧的奥义 当年玉罗克被枪杀的时候 北京城的这高干子弟欢欣鼓舞 他们公开的讲 毛主席还是维护本阶级的利益的 那么玉罗克最枪毙的最后决定 是公安部部长谢父子上报毛泽东 毛泽东亲自批准枪杀的 当然还有一种说法 是周恩来批准 总之 惊动了整个共和国的第一把守 第二把守 那个是侵犯 那么傅国勇的感慨是什么呢 在这40年前50年前 当起自中南海的飓风捲地而来 逐浪排空 阴风怒号多少 老毛深算的全程多少武功写的和元勋 多少权政一方的封疆大力 顷刻间失去了正常的判断能力 乖乖地低下头颅接受命运的安排 刘少奇留下的只是一句话 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没了 文革发生之初 许多在权力舞台上臣服多年的高官 几乎都搞不明的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也不知道老毛要玩什么花样 更不要说挺身而出质疑 这场涉及全民族命运的动乱 公开表示自己的态度 也只有在历史的逐浪排空之前 讲真话只指皇帝的心里 就是几个可敬可爱的小人物 当然还有 江西哪里都有 他们或被囚或被杀 都付出了青春和生命的代价 也因为他们的存在 这一部文革史才有点人的气味 所以大家都应该记住他们的名字 名字我再重复一遍 王龙芳 刘文辉 玉罗克 陆洪恩 他们比那些高居庙堂之上 被毛泽东打入十八层第一 又回来的那些大人物 也为重要 因为只有这些人 对文革有清醒和洞察 才是这个民族最宝贵的精神资源 他们身上显示的道德勇气 也是人类文明 那以生生不息的根本动力 但是今天此时此刻 像这样一些人 还能存在吗 我估计 他们如果有这么一些人在 估计他们的日子 也会非常的不好过 这就是历史给我们的启发 历史给我们的借鉴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 那就是这些人 这些人 这些人 都没认识 真的 有一定是 我觉得 这些人 怎么才有 都没认识 我觉得 你 是